大家好我是荣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宇老师 又来到了格局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格局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格局是 子府日月居旺帝 断定公侯契 那这个格局是说 子卫星座在五位的时候 日月要在旺位的时候 搭配到好的组合 可以成为公侯 那公侯在中国古代 是一项重要爵位的制度 位置公亲百里猴 听起来很厉害 感觉就是会当大官 然后在事业上面呢 有好的蓬勃发展 好像放在命宫跟官路宫 还不错的样子 是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注解写的是什么 子午功辅 虚功日莽 成功月有虚害 又化入科全作手 生命誓言 夹煞结空计不是此格 美欲瞎殿 子卫坐在地支位的五位 那天府星呢 会是在地支位的虚位这个位置 连针天府呢 会是同宫的 太阳呢 坐毛位会是太阳的望位 那太阴呢 坐在太位呢 是太阴的望位 那所以这个组合的太阳跟太阴呢 必须要在望位 那子卫坐命在五位的位置的时候呢 他的对宫呢 会是贪狼星 这个组合的子卫星让原本孤寡特质的皇帝呢 在外面呢 有这个太阳星这颗桃花星呢 所以外面的人缘会增加了不少 那算是孤寡的子卫星中 不错的这个组合 那关禄宫呢 会是连针跟天府 那财伯宫呢 会是舞曲跟天相 天府天相呢 拱子卫星 那代表呢 这个子卫星有人帮忙 关禄宫呢 有这个连针天府 连针星呢 有天府星的辅佐 那连针星是一颗帕莎记的星药 旁边呢 有华莎为用的天府星 来看守着他 这也是连针星最好的一个组合 那聪明反应快又有谋略 那财伯宫上面做的是 舞曲天相 那务实的舞曲星呢 有这个宰相的天相星呢 在辅佐着他 所以呢 他在理财上面呢 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规章 那另外呢 这个格局当中有提到呢 太阳在沉的位置 那太阴呢 在虚的位置 这个组合的子卫星呢 会是子卫星在位的位置 那对公呢 会是天相星 好 那关于这个组合的格局呢 未来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会再跟大家说明 还有呢 就是太阴呢 在有的位置的时候啊 子卫天府会在身位 对公呢 会是七煞星 那这个组合呢 请参考我们第十二支的格局 草斗阳斗 绝路龙昌 这个格局哦 又画露科全 做守生命事也 那这个时候呢 再加上有画露 画全画科 在命工与生工 做子卫星的话呢 那子卫星呢 在四画当中呢 他是不会画露的 但是呢 几年在子卫星的 这个舞的地之位上面呢 会有一颗露存星 那公卫呢 有露存星这颗星呢 来承望主星子卫星 让子卫星呢 增加了他的领导的能力与才能 那会降低子卫星的高傲的态度 或者是说 人年呢 子卫画全 画既为尊的子卫星呢 会希望被尊荣对待 但是耳根子卵 可是这个时候呢 子卫星画全了 他会大幅的降低这样的状态 反而呢 会成为全谋的这个皇帝 好 那以年的时候呢 子卫星会画科 那子卫星呢 需要的是名声 所以呢 这个画科对子卫星来说呢 是相当的好 那也会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那因此呢 也可以降低地星的这个孤寡的特质 加煞结空记 不是此格美玉霞殿 他的意思是说呢 如果这个组合加了沙 这边的沙呢 指的是煞星 或者是加上地空地结或是画季 那会使这个原本美丽的玉呢 沾上了斑点或是裂痕 就无法成为好的格局咯 有没有发现其实所谓的地星 也就是子卫星或是天府星 他们都很需要别人给予他们一些身份或地位 甚至是要一些认可的东西 那如果这样的条件是在命宫或是关入宫的的话 是不是表示你这个人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质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质 可是大家应该也会有发现 其实不是只有地星的组合才会这样子 所有的新药都会需要聚集到他要的 就会比较好 聚集到他不要的就会比较辛苦 我们就记得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机会拿到那个条件 譬如说大家都喜欢画路啊 那我们要如何去增加自己的人员 去得到那样的优势 那就是靠大家的智慧一起共同努力 以及不要忘记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喔 那喜欢的朋友呢 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